然后今天还是跟同学来一起逛 有一个经验更丰富的帮忙一起看货 然后还是拿到外面自然光看 老板就不用跟 疯嘛 就刚才说新的新款都做这样 这个白条是跟 goo 好 刚做完证书一会划顺风划走 现在找顺风划货 刚准备寄 但是还得我的身份证 身份证先去住的地方 身份证取一下 然后再过来接 还是送风过来发 各位老板 一般能包的好一点 我看包的比较仔细老板 其实包的挺好的 好的我拍一下 好了 杨洛德在这边是叫伊利多 刚发完货回到宿舍 然后这会儿 又得去市场 帮看一看另一只手镯 这会儿差不多快六点 得赶紧过去 因为明天是清明节 这边非常非常重视假期 我那个姐提醒我说 你抓着今天看 要不明天好多档口会不开门 要是放鲜的话 真的 节假日是商家最高兴的时候 一般不会有人关门 休假的 但那姐说这儿完全不一样 看一下有没有链 有链就不行了 肯定是不行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 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一天 然后出去市场 你看广东这边真的是 很重视节假日呀 开店的他都关门了 就在西安一般你说上班休假正常 但开店的绝对 不会在这种节日休假 这十点了还没开门 然后那边也有好多没开 茶茶店对奶茶店也关了 哈哈今天应该有好多 柜台也关了 因为昨天看的时候 我那个老板说我明天不上班 然后这后是十点八 还没大部分还没开门 但是 然后今天过来银行办一下那个 国际转账的卡 然后他这有个新联汇款 这边其实服务我觉得真做的好 不管是快递 还有这种国际汇款 银行都做的很到位 然后现在去同学们推家的一家广东特色小店 担担店 但是看着是阴天有风 一到中午十二点 好闷热呀 就是我今天能不能吃到饭也是问题呀 那个当地同学就推荐了这个 凉茶甜品店 挺正宗的 结果这边 真的跟过年一样 大百分之九十都关门了 本来说帮大家探个店 结果 真的没办法团店 只能吃个泡面或者外卖了 外卖不一定有 因为好多店 没开 所以这个节日确实很重视 所以也反映出其实大家更重视生活 不过那家甜品店 我一定要给他探一下店 因为那个同学在圈里面发了照片 的时候我一看都像那种是香港的老店 而且 感觉价格也非常合适 就几块钱啊 什么茶呀啥的 中午又出来了 然后 昨天海海发他 拼的双层积木车 问我他拼的漂亮不漂亮 所以也是有点想家了 刚好今天节日 节假日 但是没办法了 就这样 这会去 一博城 再看一看 今天还是相对人少 因为今天是 假期第一天 你看基本上底下开的人很少了 看完再给找一找 没抛光就大概都这个效果 但是一抛光其实就很透了很冰了 女生戴起来这感觉也挺大的 嗯这样倒是看起来还可以 嗯 再小的小很呗 对我再找一找找一点更小一点的 谢谢谢谢 挺难找的 因为我觉得女生还是要再小一点的 不大的真的不好看 找了好多家 关键是好多人没有来出汤 海海在这儿写作业 我做午饭了 哪道题 你先做吧 你做完 我再给你检查 今天做一个扫子面 好久没吃面条了 每天跟海海在一起 吃米饭比较多 我听小佳说他这两天丢失了一些小单子 小生意 其实他这几天单量还不错 有需要的人还不少 但是他最多最多一天只能给一到两个客户 找到他们满意的东西 因为每次找一件东西的话 他可能要跑好几个商场 好几个地方 然后再对比好多商家 才能给顾客找到满意的合适的东西 所以刚开始马上可能也是能力有限 完成不了每一天那么多的单量 然后我就跟他说别着急慢慢来 刚开始已经做了相当不错了 看哈你在干嘛 收拾一下吃饭了 你想做个什么 我告诉你 是不是想做个 给小鸡做一个窝 看做的手工还是比较好的 他比较喜欢做手工 刚才给小佳拍了个照片发过去让他看一下 你爸在广东那边 应该好久都没有吃到陕西的面条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